北京时间9月23日,西甲联赛继续进行,上赛季联赛第三黄马在主场迎战硬骨头西班牙人,在一场艰难的比赛过后,黄马凭借1.5亿地星,阿森西奥的破荒进球。 1-0战胜对手,捍卫了主场荣誉,同时在实行登上积分榜榜首。本场比赛,黄马主教练洛佩特基对球队进行大规模的轮换,贝尔、克罗斯、马赛洛等球员,都在替补席上待命。 正式赛后,很多媒体都表示,贝尔的替补是黄马没有痛快地赢下这场比赛的关键原因。 阿森西奥和伊斯科这两名技术性球员让球队在反击时速度打不起来,过于粘球。 如果有贝尔在场的话,黄马的进攻可能要直接和有效得多,进球可能也不会这么艰难。 这一点很像2010年世界杯的西班牙国家队,统统是一比零主义。 眼看着在贝尔休息时黄马踢得这么艰难,球队高层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改变来让黄马破除阻碍,继续前进。 日前,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,黄马为了让贝尔不在场上的时候球队,依然保持超强的攻击力,他们决定紧急推动一桩转会交易的进行。 此前,黄马一直和一个前锋球员联系在一起,那就是一甲尤文吐司队的前锋,迪巴拉。 由于球锋跟梅西类似,迪巴拉也被大家誉为逼配版梅西。 本赛季,由于C罗的到来,迪巴拉的出场时间被严重压缩,至今只为尤文出战三场比赛,至今颗力未收。 这种局面的产生很大程度,尚是因为C罗的到来让整个球队都围绕他打磨阵型,迪巴拉就成为了牺牲品。 这就造成了迪巴拉的困局,他可能不得不寻求离队,去寻找更多的出场机会。 而黄马正是看到了迪巴拉在尤文被放在替补席上,这才欣喜若狂,的再次向尤文发起了球购申请。 迪巴拉的到来会丰富黄马的进攻选择,让洛佩特级可以排出不一样的进攻阵容,不过这可能会影响黄马阵中一些球员的出场时间。 当然,这都是后话了。 据悉,黄马为迪巴拉,准备了一亿欧元的转会费,准备说服尤文放走这位新进的C罗搭档。 要知道,在上个赛季,迪巴拉的转会费一度飙升,到1.5亿欧元,如今受到C罗的影响,身价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但是这不宜为迪巴拉的实力下降,24岁的他依然有成长为巨星的潜力。 这么说吧,黄马一亿买他,绝对不亏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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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